破产了破产啦 金枪掉的几乎剩三把 存款也就剩一点点 才844万 传闻 冰河禁区暴力高 拨一拨就能赚个几百万 单牌猛攻恨赚一局 这冰河禁区复活点 只要差了一点 去佛车区连点汤都剩不下 赶紧 瞧看到左下角的网络没 延迟有点高啊 这要是遇到敌人打架必嘎 赶紧找个位置 初心登陆 网络回复正常了 赶紧下地铁 有点分析下他的行动意图 先躲起来观察一下 一个骑一套 看到他跑向电梯口 我们从后面悄悄跟上 敌人应该下地铁了 寻找机会偷袭 你可是蹲我呢 真是招打 你完了 大惨 听着不过往下跑了 好机会 赶紧冲上去 大惨 被人兽子弹瘦死了 去看看盒子 小 粉光骗局 就狗拍之前 不浪费时间了 赶紧坐车去辐射 瞧 有人开车 这不就白送的盒子吗 就这个机会 打 被敌人发现有了防备 不过又是在我们 闪身枪法 搞定 铁门铁门 今天脸真黑啊 又没有好东西 赶紧去辐射区 这个位置在POP机有很多老六 在和平也不会少 所以要小心 悄悄进辐射 安全到达辐射区 还好没老六 像是敌人正在刷boss 先不着急 蹲一蹲 等敌人打完boss偷袭 敌人好像听见我脚步了 然后出来了 只要我们不乱动 他就发现不了我们 来到近点了 做好准备 打 nice啊 终于爆红了 赶紧看看 BORRELY USEMO 掉了一个溜头 不设计还有僵语 赶紧把变卖窝拿了 哎呦 boss还在 还有野生盒子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又是一个溜头 还不错 再来把boss杀了 哇 金光 变得进去 就是宝力高 一个奇迹宝 五级头甲 真不错 赶紧拿上去开箱 二搜了一遍辐射 才开了这几个箱子 冰河进去复活点 要求太高 复活点越好赚得越多 这集才转到这一点点 又开到两层光 总估值也到了433万 溜了溜了 这把手转三百万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